韓本你去挑這個議題 就是2018年選舉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在討論的一個議題嘛 那時候大家都在討論 你要在哪裡該等等的問題嘛 所以這一個愛情摩天輪 跟韓國瑜幾乎是連結的 當你講到這一句話的時候 不會有愛情摩天輪這個東西 其實他的用詞 我們都說這個東西 那個東西其實某種程度上 是有一點便宜的味道 所以鄭家監還要找葉匡時出來 表示說所有的韓家軍都會支持他 然後也讓韓粉知道說 既然韓家軍的人都出來 你們家就挺我 所以就表示韓國瑜 表示韓粉表示韓家軍 在高雄的陣上 真的非常重要 他是一刀兩刃 因為韓粉 基本上現階段的韓粉的權力 權力去挺一個人都未必能當選 當然你沒有韓粉 你可能的得票率會下降 他只是一個這樣的因素 當然某種程度上 你說葉匡時上來幫忙 是可以削減一些 韓粉的心理上的不爽 我只能說削減一些 為什麼你從韓本上面來說 第一當然是韓國瑜 第二是負責升旗子的李四川 第三才是葉匡時 你要說到韓本的指標 第一第二絕對是韓國瑜跟李四川 當李四川講出這樣的話的時候 葉匡時要去拟補的時候 其實葉匡時的彌補能力絕對是沒有 李四川的影響能力大 你看那一個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叫川柏出來 幫柯智恩講講話 那川柏在臉書 都已經這樣講了 不滿了 當然你看嘛 你看那當時要提名柯智恩 不是說黨內做了兩份的參考民調嗎 有一份是柯智恩第一 沒有李四川那份柯智恩第一嘛 有李四川那一份是李四川第一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李四川某種程度 在高雄的影響力 當他講出這句話來的時候 其實對柯智恩某種程度來說 他的傷害度一定會大 當然找葉匡時多多少少彌補一點 但是未來韓本的動向 其實最高指揮官還是要看韓國瑜 但是現階段大家就說 其實某種程度上他是一刀兩面的東西 韓國瑜對國民黨來說 自從2020年之後 他一直都是一刀兩面 都是一刀兩面 就韓本反韓 在黨內裡面對韓國瑜反感的 跟友好韓國瑜的 他始終就是兩群人 所以他是一個一刀兩面的東西 所以這變成柯智恩選舉上面 其實最困難的問題 如何要折衷兩派都兩邊 對於他都覺得OK 那現階段其實柯智恩面臨最麻煩的問題 是市議會的團結性不夠 市議會的團結性不夠 市議會的團結性不夠 這倒不是老毛病 因為2018年的時候 市議員是超額 所以他們現在回歸本職 所以他們本身就要自殺 不是 許崑源當時是可以把議會給 枯起來 現在桃園就是邱義盛可以把議會給枯起來 當許崑源不在的時候 其實歷經正副議長的選舉等等 其實他們在議會上面是處於一個分裂的狀態 那這個分裂的狀態 真的是柯智恩憑他藝人之力 可以下去處理的嗎 其實我坦白說 柯智恩藝人之力很難處理 那朱立倫 那會更分裂 朱立倫下去 黨主席主要來解決啊 找王金平啊 黨主席下去處理 對啊 那更分裂 朱立倫下去是被處理的 我覺得好恐怖喔 你提到黨主席 你要知道朱立倫在各地方提名都有一個 大家質疑的一個事情 就你看到他桃園硬幹 然後高雄他要推誰苗栗硬幹 接下來的問題誰去處理 沒有人處理啊 就是我提名你自己去處理吧 我提名你自己下去處理 你提名你自己下去處理 請問你張善政有能力處理地方嗎 當然沒有 柯智恩有能力處理地方嗎 沒有 但是你有看到說 朱立倫在傳說 譬如提名前 柯智恩去見王金平 不是朱立倫去拜託王金平幫忙 你看他去見那個張善政去見邱毅勝 結果到最後 傳出來的是黃敏公去的 也不是朱立倫去的 然後你看苗栗現在中東警的問題 誰要處理 好像也沒有朱立倫也沒有下去處理啊 所以你說叫朱立倫下去處理 朱立倫本身就是惹起地方恩怨的人 你叫他再下去面對這個恩怨 我覺得根本沒辦法處理啊 桃園不是他翻出來的 苗栗不是他翻出來的 高雄不是也是他翻出來的嗎 他自己都沒解決嘛 小心對你們來講的話 剛剛就從高雄這一段 就因為講一句話 然後在剛才一夫講 在高雄局有這麼複雜嗎 照理來說都是來寧系統 應該就要力挺啊 因為本來就已經是弱勢了 那更應該力挺啊 結果後來中間還分這麼多掛 然後連黨主角都還沒有辦法幫得上忙嗎 但是我覺得柯智恩 已經相對是在第一個 國民黨這一波提名的比較大的亮點 而且你可以看到 就很多提名的時候紛紛擾擾 但是柯智恩他提名之後 他包括這連續擊破 不管是他被攻擊或他主動去攻 很多各縣市不分 就我們不分區域的 大家都去幫他講話 幫他戰勝 比方說他就被攻擊說 這個因為國民黨就說他是陽光女孩 然後就有一些民進黨支持者 就開始去攻擊他的年齡 比如說呢就有人做圖說他是耳順女孩 就講人家說60耳順等等 就這個非常不好 但是總之就有人想要做這樣子的攻擊 可是你看就會很多人就講說 先前那個陳菊 你們也說是林志玲 陳菊是不是老太婆 是高雄人心中的林志玲 那當時蔡英文在選總統的時候 也六十幾歲 他不是辣臺妹嗎 我們國民黨也沒說過他們什麼 所以你們這樣子去攻擊他是不對的 你看這個時候就會看到久違的 幫國民黨的人出來辯護的 你也用久違兩個字 久違 因為先前剛剛我們在談的是前一段時間的 這種提名的紛紛擾擾 那大家也 現在解決了嗎 沒解決 但是你說 但是說你看有這樣子的攻擊出來的時候 國民黨都會跳進來 自動自發 大家覺得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去講科智 他六十歲錯了嗎 因為他保養得非常好好不好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講 我們也沒有攻擊說 一直講六十歲好不好 沒關係我覺得呢 我覺得如果我六十歲 我可以保養像柯智恩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會很蠻驕傲的 但總之就開始 你現在只能稱baby你知道嗎 但是 大概還沒有還沒有出生 那總之呢 那臘臺妹又怎樣 那臘臺妹他也不是妹了嗎 可是反正民進黨支持者喜歡 覺得這樣好 那我們都覺得尊重 但現在柯智恩他要競選 他才剛出來 就一大堆人這樣子攻擊他的時候 我覺得某種程度 他就會團結國民黨的力量 然後而且因為柯智恩他的反應很明快 所以我覺得柯智恩的邏輯 如果一旦成功 那其他的候選人就會覺得 我也要走這個路線跟風格 因為如果我勇於面對一些挑戰 我積極回應的話 那會有更多的人來幫我 我就不會孤軍奮戰 我覺得國民黨其實最需要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正向循環出現 那柯智恩的提名 我認為是朱立倫在這整波提名裡面 最大的亮點 就算過程當中 可能紛紛而了還沒有完全解決 但是跟其他的選區比起來 我覺得柯智恩 他真的是給我們國民黨 而且不分縣市的 我台北市的 我也都有覺得 有振奮的感覺感受 你有聽到嗎 還是張海中比較強 第一個 剛剛喬欽講的柯智恩那個勇氣 我沒有看到 因為他不敢去處理韓粉的問題 韓國瑜是被九十幾萬票罷免的 那你現在到底要擁抱韓國瑜 你要貼上韓粉的標誌嗎 其實柯智恩想切割了 因為原本民進黨要問他這個問題 你的政見有愛情摩天倫嗎 結果他自己回答 他為什麼要回答說沒有愛情摩天倫 他就是要跟外面說我不一樣 我看韓國不一樣 所以從這個地方就已經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柯智恩是非常看不起韓國瑜 對韓國瑜過去那種主張的時候 非常的不屑 但是韓粉抓狂韓粉咸咸咸 他又撞起來都害怕了 不是我愛韓粉 我愛韓國瑜 那你搖搖擺擺 那你到底是要走哪一條路 另外我對高雄有信心是 因為來自陳其邁 不要說他的政績 因為他失敗過 失敗過這個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他上次選舉一開始也是 那時候韓國瑜是誰 那就想不到被他刮起這個旋風 要刮起奇奇怪怪的旋風 或什麼點火那個要看人 那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核心 張老中有柯智恩沒有 人家已經提名確定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所以你說 我是說在高雄南部 如果民進黨比較穩固 那基本上民進黨重點 你就可以放在北部來 那相對的在議員選舉 當然這一次泛男會比較競爭 因為他們上次選太好 這個是政黨 這個是政黨鐘擺 這個沒有什麼團部團結 議員第一個要求的是 自己要連任 他也不管你市長是誰 那如果靠你市長我會當選 反正他會尋找對他最有利的 一個當選的一個模式 那現在在高雄國民黨就是因為 他上次實在是選太好了 他太意外了 所以等於相對這一次 一般評估 就會有國民黨現任的議員會掉下來 所以這個 這個也不是所謂的團結不團結 那如果當然朱立林下去的話 狀況會更不一樣 你要講清楚 哪裡不一樣 可能對民進黨也希望看到朱主席能夠常常跑高雄 朱立林是笨蛋 他一定不會常常去 他也知道他的戰場應該還是在北部 這一次我是覺得 如果提名客車 那我們民進黨的焦點 那還是在雙北的好遠 那可是董好 連朱宇倫也講了 韓團隊一定就會幫忙 朱宇倫都講話了 所以就未來這件事情 或這一小段算是插曲而已 會不會 當然是插曲啦 可是他也是一個國民黨 很難面對的事情 韓國瑜這三個字在高雄代表什麼 美白小腿愛情摩天輪 那個是觸動韓粉的末梢神經 那對於非韓粉的高雄人那是什麼 就是 如果講今年的選舉 陳時中跟韓國瑜 韓國瑜雖然不是候選 但是他在不同選區裡面 都代表一個愛恨值 非常明確的一個故事 在高雄韓國瑜這三個字 這是涉及到政治判斷 我的判斷就是說 他是一個傷疤 這是一個傷口 這個傷口好了沒有 這個傷口經過兩年以後 好了沒有 那柯智恩當然很優秀 那但是他能不能繞過這一個三個字 就是你講什麼都很容易動輒得救 其實我覺得柯智恩其實是幽默 就是說不會有愛情摩天輪 美白小腿 可是這是台北人的幽默 台北人不會有那麼強烈的那個 傷口的感覺 你到了高雄裡面 你很容易喚醒兩年前的事情 對韓粉跟非韓粉意義完全不一樣 那柯智恩當然對國民黨的市議員來講 相對來講他不容易 至少不容易扣分 但是當你談到這些的時候 比如說像國民黨就要號召韓粉嗎 就很容易對應 所以我不認為這對國民黨是好事 因為沒有韓國瑜影子 可能對市議員會比較好 可是這一件事情 正好我們換一個角度講 選舉最怕尤其在弱勢選區 你最怕是根本沒有人理你 這根本不會有人理你 提名也沒人理你 你講什麼都沒有人理你 但好歹最起碼大家會討論一下 柯智恩講的那個與否 那這某種程度 從這個角度來看 算也算燒一把火在這個裡頭 要不然大家根本不理你的話 你就根本不用選了 對所以說柯智恩我覺得至少 在很多議題的操作或處理上 也是比張善政好多了 佛系F4 藝福哥講的 北北基陶 這四位候選人佛系F4 我覺得還不錯還不錯 但我覺得當然選舉 也不是只有吵話題 就一定會選上 我覺得幾個層次可以討論 第一個我覺得講柯智恩60歲 我公開講是很低級的講法 而且是有一些不見得是民進黨 那是綠營的黨公子 公開講這種話我覺得很低級 這件事情呢 當萊英的人這樣子嘲笑綠營 我也講很低級 比如李梅甄之前笑陳其邁 叫做陳其邁當勞叔叔公開寫臉書 我也罵過 然後比如說有些網友說 蔡英文不是小英 是老英 我覺得都很低級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要放在最前面 就是不要把一個 你原本該有的格調都丟掉 你如果連這都丟掉的話 其實你不是在拍陳其邁的馬屁 你懂得什麼 你其實是幫到忙 對 其實你在幫陳其邁幫到忙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柯智恩跟國民黨在高雄 繞不開來的難題 那叫韓國瑜 這是怎麼繞都繞不開來的 那個時候韓國瑜去選總統的時候 這個因應已經種下來 這個果現在就是要開花結果 所以繞不開來 那繞不開怎麼辦 就兩個嘛 一個你把果子吞下去嘛 一個把果子丟掉嘛 可是我覺得柯智恩 現在處理的方式 原本想把果子丟掉 對不對 才做某種程度的切割 說我頭髮比他多 我不會有愛情摩天倫 可是問題是後面反彈太大 所以不得不去上王淺秋的節目 然後說會請韓國瑜來站台 讓他訴說一下委屈 你可以想想看 最委屈的應該是柯智恩 我當時在板橋 就已經差不多要上了 就是你來站台兩次 那個是跟李彥秀 兩個人的直播 欠我一次立委 就李克太太那一次嘛 他們兩個講的 他事後自己也講 美白小腿也是在板橋 那時候講的 美白小腿也是在板橋 他指著重慶國中嘛 海山國中 對就講他們在讀書嘛 然後拍到一個 拍到一個女生的小腿 大家都記得蠻清楚 那我是韓學家嘛 我記得更清楚 那柯文 柯智恩呢 心裡一定覺得 什麼玩意了吧 我原本想要切割 你就讓我好好選嘛 對不對 柯智恩原本切割 在中配區的節目上 切割很白 他說 現在是我柯智恩選市長 要找韓國瑜去找他做公益 你現在是公益咖 我是市長 候選人 你不要再煩我 沒辦法韓粉反撲嘛 韓粉反撲嘛 所以不得不低頭嘛 所以說今天 自由時報的一個社論 他寫說 韓粉是科智恩的第一堂課 寫是很好的 他第一堂課要面對這件事 可是我坦白講 面對這個就是 你要左右逢源是不可能的 就是說你原本支持韓國瑜 那韓粉自然就過來 那如果跟韓國瑜保持距離的話 那韓粉一定會反撲 可是你如果反撲 你用因為反撲轉回來的話 韓粉不見得買單 中間選民也不見得買單 那這很難解啊 很難解 所以柯智恩可能會變二度受災戶 就是這狀況是這樣子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對高雄不熟 這真的是柯智恩的異傷 坦白講 講出大五營跟南部流行音樂中心 其實魏武營跟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他們講對南部不熟 這個是要做功課的 你你你你這一拖 一定是輸給陳其邁 就是陳其邁一定對高雄是最熟的 可是你你如果 連這種基本錯誤都會犯的話 你後面會很難選 總而言之我 我反而認為柯智恩在高雄 已經算是相對好的好期 相對好的好期 然後地方反彈也不如這麼大 所以表示柯智恩其實在地方 某種程度是OK的 也沒有像桃園這麼大的反彈 沒有像苗栗這麼大的反彈 沒有像新竹 原本不打算提名林根冷 那麼大的反彈 所以柯智恩是相對好的好期 而且他的 我看他受訪反彈也非常非常快 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相對好的好期 可是有些硬傷跟必考題 必考題是韓國瑜 硬傷是對高雄不熟 他如果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這場戰要逆轉坦白說的難度